我們繼續 我們這裡剛才有提到說 怎麼樣分費資源 比如說 這個國宅 要讓這個 中低收入物來住 那我們講到 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 一個方法講抽籤 另外講排隊 這個 其實都這個問題 好像排隊跟抽籤是蠻公平的 其實 這個房子這麼貴 那相對比市場價格又便宜很多 那所以呢 當然這會變成很多人 都要去爭取 那所以剛才講到抽籤排隊 其實是不公平的 再來的話就是說 預防 有人買了房子之後就是為了賺錢 就 限制說 三年五年 這個不能夠 這個過戶或者是轉賣 其實這都是莫名其妙的事情 因為 三年五年之後房價可能漲更高賺更多 那所以 最好的方法是什麼呢 其實還是按照市場價格來拍賣 那多出來的錢 就真的拿來照顧 這個中低收入 所以 有時候 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解決 但是 但是 不見得 有多好 再來的話 這裡講到說 這個經濟學家 是用模型來看這個世界 那這個是 蠻有趣的事情 那模型能夠 解決多少問題 這個 很多人可能會有疑問 那 但是 各位可以了解 模型的好處就是把很多事情簡化 那所以可以看出 這個 某些 變數的這個變化 所以其實是 有他的好處在 所以 我們來看 所以 這裡講的definition of a number of basic economic concepts such as economic agent market equilibrium paratio efficiency 那這個我們大概都講過 所以 所謂的economic agent講的就是 經濟的 活動 有哪些人組成 所以可能是個人 消費者 廠商 那還有整個市場 還有整個均衡 均衡的概念 他說的是 在某些情況下 這個 不管是消費者或生產者 他 不太想變 所以就達到一個 均衡 另外一個叫 Parrito efficiency 這個概念就比較複雜 我們大概簡單的講一下 Parrito efficiency 講的是 一個 經濟的狀況 是 大家都 不想變 那如果要變 會讓某一些人更好 但是另外 某一些人就更差 所以他只是講 一個狀態 並沒有講說 在這個 情況裡面 這個 誰 有好處比較多 這個都沒有這樣子講 另外 另外 這裡提到一個叫做 Positive economics 跟 Normal economics Positive economics 叫做 實證經濟學 Normal economics 叫做 這個規範經濟學 所以 這兩個 主要差別 實證 Positive economics 主要在講 經濟學的分析 經濟學的理論 會得到什麼樣子的結果 Normal economics 就牽涉說 應該怎麼做 那這個應該怎麼做就牽涉到價值判斷 那這個價值判斷有時候就不太容易 比如說 缺水 那缺水的話當然就要節約用水 但是請問水要給誰用 比如說省下來的水要給誰用 台積電可能說要給他用 因為他賣了這一個 這個晶片 一個貨櫃 可能底上好幾萬噸的稻米 對不對 那農民會覺得 如果你沒有米吃 台積電你還可以生產什麼東西 那所以誰來 使用這個水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是從經濟學的角度如果是 用這個 這個 市場的供需 來解決就很簡單 誰負得起高價誰就有資源可用 當然 到最後會是什麼結果可能會令人 這個 覺得是個有趣的問題 因為 人命是 無價的 那所以人沒有辦法國 沒有農作物 那怎麼辦 好 連牛 命都沒了有半導體有用 所以到最後這怎麼看 這是 當然因為 我們 並不是完全讓市場運作 所以 講這個 這個 當然就 會有一些 爭論的空間 這邊 所以 這裡是 看到 the scope of microeconomics 這個是 個金的範疇 那什麼是講 這個 microeconomics 總金 sorry 個金 這講是個人的行為 那包括 這個 廠商 還有 家計單位 甚至於政府也是 那再來的話 總金我們就講這個整體的 這個經濟行為 那所以我們 關心的是 這個 整個產出 國民所得 國民生產 GDP 那失業率 通貨膨脹率 成長率等等 那資源的話 這個包括幾個部分 這個 相信 學過經濟學的都知道 一個叫土地 勞動 然後 資源 然後這個 machinery 我們講資本 那另外一個叫做 Entrepreneurship 叫做 企業家精神 所以 這個Land Land 我們講土地 其實土地 它所包括的範圍 包括了自然資源 所以土地勞動資本 那加上這個企業家精神 那這個資本的話 我們通常用機器設備來替代 那 這個資源 這裡講 Skillsity 就是講 資源是稀少的 那各位講資源是稀少的 好像 有一點問題對不對 水不是一堆嗎 可是各位看我們現在為什麼缺水 不是有海水嗎 可是各位知道海水可以喝嗎 不行 所以 其實 水的話 相對來講 各位看當然 有水要喝 喝水 這個才能夠保持身體正常的運作 那水當然可以用在很多其他工業方面 那可是各位曉得 當你的 口食之慾滿足了 水 你還想做什麼 洗臉 洗澡 對不對 甚至於游泳 所以每個人的這個慾望其實真的是非常的大 所以 這個 水 到底多還少 其實 仔細看的話 好像是真的不夠用 那 所以 這個幾年前大家在談這個石油的寶貴 然後石油 可能會欠缺 事實上 事實上現在討論一個問題是水也欠缺 尤其是在 這種 氣候 變遷 非常大的改變 那市場的話呢 通常我們講市場比如說 最近說這個傳統市場有很多人 因為受到疫情影響 所以傳統市場也變成一個感染源 那 說實在話 經濟學講的市場 還有我們一般談的市場 他不見得有一個固定的形態 或者是一個固定的地方 好像其實我們很多時候買東西 網路上就可以買 所以 可能我們在講到市場的時候 會有一些刻板印象以為市場就一定有一堆人 其實是不見得的 他可能現在變成是一個平台 比如說我們剛才講 那個 舊金山停車位的這個例子 事實上他 那個科技平台 在提供 這個停車位的資訊 說實在話 某一個程度上 這個也就是一個市場 不管怎麼樣市場是 撮合買方跟賣方 讓他們能夠順利交易 交換 這個 財貨跟老物 那這裡提到說 他這裡講 Fundamental Microeconomic Problem 這個基本的 各經商問題 What goods and services will be produced 所以 廠商到底要生產什麼東西 廠商 要生產的當然是消費者需要的 所以叫做 Where is the demand there is the supply 所以 有需求 就會有供給 那 怎麼樣去生產 這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那另外一個生產 對生產者來講 他就要去找 這個生產要素 那哪些生產要素 所以 不同的市場 不同的經濟狀況 當然就會有不同的生產技術 比如說 中國人多 印度人多 所以 相對來講 勞動比較便宜 所以用勞動的機會就比較多 那歐洲 這個日本 美國 因為相對來講勞工的成本高 所以使用機器人的 這個 情況就會比較多一點 那這裡提到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叫 Opportunity cost 這是叫做機會成本 所以經濟學的成本叫做機會成本 那事實上 他講的是 跟機會來的 如果有一個資源他沒有機會 那當然就沒有機會成本 比如說 我們曾經有一個考題舉例子 說 這個 羅賓遜 羅賓遜漂流記 提到他 這個跑到一個荒島 那各位可以看到 假設這個人都 沒有機會回到 倫敦 回到他的故鄉英國 那如果他在海邊 找蚌殼要吃 然後又找到了這個 蚌殼裡面有 非常 大的這個珍珠 在倫敦可能可以賣個好幾百塊 英鎊 但是請問 他的機會是成本是零 對不對 他的成本 機會成本其實是零 因為 誰要這個東西 他要賣給誰 對不對 就算再怎麼好看 其實對他來講 找珍珠有用嗎 找珍珠沒有用 其實應該找什麼 找食物 所以很巧 一所一員裡面 也有這樣的故事 有一隻公雞到處走 鬥來鬥去 當然他要找食物 結果 如果 這個一不小心他 這個 咬到了一顆珍珠 那他就講 這個珍珠這麼漂亮 但是 有用嗎 沒有用 他需要的是什麼 他需要的是食物 所以一個玉米 一個小的這個玉米粒 可能會比 那個珍珠要來的好 所以他有一個教訓 他說 這個英文叫moral 這個precious things are for those who can treasure them Precious things就是珍貴的東西 For those who can treasure them 所以 有一些東西是不是真的珍貴 就是要看你 或者是任何人 覺得他是不是珍貴 所以珍珠珍貴嗎 當然 你要結婚或者是在出門 參加宴會裝飾的時候很重要 可是如果是 這個到最後整個情況 很惡劣 大家都有鬧饑荒 珍珠有什麼用 珍珠真的就沒有什麼用 那這裡提到另外一個 很有趣 然後這個長久以來 很多人都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亞當斯密為了這個也非常傷腦筋 水重要還是鑽石重要 我們都知道人沒有水不能夠 活下去 那沒有鑽石 日子還是可以過得好好的 那問題就來了 為什麼 水這麼珍貴 可以讓一個人活命 結果他的價格這麼便宜 那相對來講 這個 鑽石 要算克拉 1克拉是0.2公克 這麼小 其實沒鑽石 人會怎麼樣 也不會怎麼樣 可是他的價格為什麼這麼高 然後水的價格這麼低 當然我們從經濟學的角度看 就是整個市場狀況 工區 水就是這麼多 當然現在各位也了解 水真的那麼多 所以其實水的價格應該要提高 大家才會真的珍惜他 然後才會去發明一些方法 來回收 水來利用 那相對來講 這個鑽石的供給就非常有限 全世界的鑽石 有的真的是不多 所以 亞當斯密發明了兩個概念 一個叫做 Value in Use 跟Value in Exchange 就是一個使用價值跟一個交換價值 鑽石的使用價值低但是交換價值高 水的使用價值高但是交易價值低 當然 我們現在 都知道這個是用供需來 決定 所以水 以前當然會講便宜 現在講水便宜的大概 也不會太多 那接下來看到這個叫Resource Allocation 這個叫做資源的這個使用跟分配 那資源的使用分配 我們剛才提到說應該要生產什麼東西 然後怎麼去生產 再來的話這是誰 為誰生產 那這個為誰生產其實也很簡單 所以需要的人就 去買 非常急切需要的就出高價就可以早點買到早點用到 就跟現在一樣 現在疫苗好像是 這個非常的有限 那怎麼樣來使用這個疫苗 誰先使用 當然對國家來講 就有一個排序 這個醫護人員優先等等 那私人如果想想要注射可不可以 可以那你就出錢 那當然這個 哎 價 跟著 這個需求越大的 認為他自己命價值越大的 出了價錢 當然就越高就越早拿到 疫苗 越早注射疫苗 好 那這裡講到 A Fundamental Economic Problem 繼續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制度 解決這樣子的問題 供給跟需求東西怎麼分配 當然最簡單的叫做 這個 Market System 就由市場來決定 這個是最方便的 那當然也是最有效率的 另外一個叫Command System 就是一個 中央集權的這個機構在分配 我們可以看到 共產主義 這個共產社會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方法 那雖然中國 已經採用了這個資本主義 但是某個程度上 還有一個計劃經濟 那所以在管制整個資源的分配跟使用 那這個某個程度上來講 其實是不太有效率的 所以 就是由政府來 分配 來管制 這些生產 那所以這個方法當然 就不太有效率 而且有很多 這個必定 很多必定 所以Command System 這種中央集權的 這個是 有非常大的問題 第二個 叫Traditional System 他說 那这个社区资源怎么使用 其实某个程度上就按照这个 他们之前的惯例 那比如说这个一个家族 那这个家族他有一块田 田怎么用 那这个其实都有规范 那欧洲的话就比较明显 所以有一个文章叫做 The Treasures of Commons 就是共有资产的这个悲剧 我们都知道 因为对所有的人来讲 这个 一个社区的资产就是大家的 所以对他来讲 对大家来讲边际成本是零 那边际成本是零会发生什么现象 大家就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 用到他边际收入为零 那所以照理说是非常没有效率 这是一般的看法 但是这个仔细的研究 突然才发现 其实每一个社区资源怎么利用 大概都有一些规划 所以这个共用的社区资产 不见得会出现我们讲到的这种现象 比如说 一般的田 在欧洲有时候会有三次的轮根 所以一次种某一种作物 然后再来另外一次种另外一种作物 这个某个程度上是先人的智慧 那他让这个土地得到充分的休息 那第三年就修根 那修根的时候呢 就是在放牧这个社区的动物 牛羊啊这些东西 那各位知道在修根的时候放牧这个 放牧这个动物 那所以就让牛羊啊猪啊这些粪片 可以再让这个修根的土地就变得更肥沃 所以这种传统的系统某个程度上 好像讲有点怪 但是事实上 这是先人的智慧 从现在现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也不见得是这个错误的做法 其实算起来是蛮先进的 所以这个traditional system 有它美妙的地方 所以以前前人的智慧 说实在话 跟现在人的比 并没有比较差 好他说的uses of microeconomics 那所以microeconomics can help us understand how the world works and solve problems faced by individuals, families, firms, communities and nations 那个体经济学 让我们知道这个资源的利用 然后怎么样去这个解决 我们个人或者是厂商 整个社区整个国家所遇到的问题 那当然他也会提供一些 这个很不同的看法 所以provides insights into possible solution to many types of social problems 那所以各种不同的社会问题 有一些解决的方法 那当然各经考虑到整个市场的运作 资源的使用等等 那可以让大家觉得找到 事实上合理的解决方式 那这里讲到模型 在这个经济学里面最常见的模型 就是供给跟需求 那各位常常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图 中轴叫做所得 那横轴是叫做教育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些统计资料告诉我们说 其实教育水准越高 那他的所得越高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教育其实是一种投资 叫做人力资本 那这样子的状况就可以告诉我们说 这个合理的教育的价格 当然我们可以讲 这个中学小学跟大学 那 合理的学费怎么收 那这里 还提到另外一个概念 叫做Econometrics 这叫做计量经济学 这是要研究 这个一个因变数 跟许多次变数之间的关系 那这里 我们可以看出来说 这几个重要变数的关系 当然这个Econometrics 计量经济学 从某个角度看 有他的这个 优势跟卖点 但是 在这门课里面 这个不是重点 那当然 所有的模型都会有一些假设 那当然假设 跟 结论 当然就会跟 整个模型的运作有关系 所以这个 有一些理论 他有一些基本的假设 所以 你在看理论的预测 跟他的这个解释的时候 就必须要注意 他有哪些假设 那 那 这里再继续讲这个 Basic Principles of Microeconomics 就是讲 Economic Agent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在整个经济体系里面 运作所参与的这些人 那 所以可能是一个个别的消费者 可能是一家公司 也可能是政府 那市场的话就有分 一个叫Product Market 叫产品市场 所以厂商生产东西 给消费者用的 那这个叫做 这个产品市场 那另外一个叫Factor Market 这个是 这个要素市场 那这个要素市场 它的需求是源自于消费者 对厂商所生产出来的 最终财务劳务有需求 所以这个叫做Derive Demand 也就是说 厂商为什么会对 这个要素会有需求 那是因为 对消费者 对他的最终产品有需求 Factor Market 我们把它叫做要素市场 那这里提到其他的这种概念 这个就比较不一样 我们讲这个 讲的是 这个资产 那这个资产的话 通常在讲金融市场 比如说是债券 或者是 这个股票等等 或者是其他 这个可以买卖的 这个债券 那 这个时候 我们讲 消费者 这整个经济体系里面的这个运作有 几个不同的角色 两个 部门 一个叫做家计单位 一个叫做企业 所以家计单位在提供要素 所以提供劳动 那当然把这个劳动卖给 这个厂商 厂商就给他工资 那这个家计单位有了这些工资之后呢 就有办法买 厂商所生产的这些产品 所以这个 基本上的这个状况是这个样子 那这里提到的概念就稍微再复杂一点 有这个地区性的市场 还有这个全球的市场 当然对台湾来讲 这个全球性的市场 它的重要性就更大 那地区性的市场 也看你的这个 看这个定义 比如说 我们一般买卖可能就在传统市场 那当然 你要把这个范围扩大的话 当然就变成全球市场 台湾的半导体是卖给全世界的 好均衡的概念 均衡的话 指的是 一个状况 想买的人都买到了 想卖的人都卖掉了 那这个情况 就大家就不再想去变 但是各位要了解 可能还有一些厂商 他的成本比较高 所以没有办法 卖掉他所有想卖的东西 当然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 到最后可能会退出市场 那退出市场市场的供给会减少 还有会有其他的变化 那当然市场结构 这里提到 卖方有多少人 买方有多少人 那在这个市场里面 各个厂商的这个互动 都会因为市场结构 而有不同的改变 所以我们刚才也提到 包括了这个完全竞争市场 很多 这个买方跟卖方 那有另外一个极端是 独占 只有一个人在卖 那当然有一种叫做 这个中间的 比如说 就是很多 的这个厂商 但是呢 厂商数目呢 是各自会影响牵制 那另外一个叫做 独占性竞争 厂商也非常的多 但是他买卖的东西不见得一样 那完全竞争的话 买卖的东西是一样的 那讲到效率 这个我们刚才提到 不同的分配资源的方法 比如说讲抽奸排队 那这个当然就很没有效率 尤其各位知道 排队是全世界最没有效率的事情 因为找一堆人排队 只是为了买一样东西 但是这些人就没有办法工作 那其实是非常浪费的事情 那效率的话 当然这里提到市场效率 那这里介绍两个概念 这个叫做Paurito Improvement 跟Paurito Efficiency 那Paurito Improvement 讲的是 我们讲Paurito Efficiency 是一个状况 大家都不想改变 那有利的交换机会 都没有人 那所以呢 这个你要让某一些人更好 另外一些人 就会受到影响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Paurito Improvement 就是让整个社会有一些人更好 那不会影响到另外一些人 那这个当然 就要看状况 那这里提到 Positive Economic Analysis 所以 这个用的模型 然后实际来看整个市场的运作 或者是模型的运作 那可以预测或者是 这个描述整个这个经济的状况 那Normative的话是 看它应该是怎么做 那所以就会有 这个价值判断 那比如说 现在疫情很严重 那我们讲说 这个补贴 那请问厂商 应该 政府应该补贴哪些厂商 对不对 那当然拿到钱的人都很高兴 没有拿到钱的人 认为他应该拿到 所以我们知道最早 这个政府在这个补助的时候 是补助那一些 这个 私立厂商 然后旅游业 旅行社 那个游览车等等 因为这个在 疫情的情况下 这些 餐厅 旅行社 这个游览车公司 当然都没有生意做 那包括客运 铁路铁公路的跟这个 不好意思 这个高铁 其实都要减班 那当然他们的工作 就会受到影响 那请问各位 这个政府补贴要补贴谁 当然这个就 会牵涉到伤感情的问题 那之前这个疫情严重的时候 政府提供补助 给私立店面 但是网路厂商没有 那网路厂商 会不会抗议 当然会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大家都转向网路去买 所以网路厂商 其实生意还不做 所以你真的 在这个情况下 当然 再去补贴网路 厂商就有点怪 那 什么是应该做 那应该怎么做 这个都是问题 这个牵涉到的是 Normative Economics 那讲一下 Social Optimism 这个社会 所以每一个个人 每一个个人的 个别厂商 跟个别的消费者 他们在 这个经济上的运作 会有 什么样子的状况 那 跟整个社会状况来比 因为个人 不管是消费者 厂商 他不会考虑到别人 那所以整个个别市场的 这个军人状况 跟社会的这个军人状况 就不一样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讲这个钢铁产 钢铁的这个产量好了 因为钢铁生产 其实有非常高的社会成本 污染 那也耗费非常多的能源 那所以如果按照一个厂商的自立 观点 他要追求这个利润极大 要生产的产量 当然有他的决定 可是这个就没有考虑到 整个社会成本 那所以 市场上所看到的这个结果 不见得是最好的 因为 你还要考虑到整个社会的状况 所以 某个程度上 这个社会的 这个均衡解 跟个别市场的均衡解 其实是不会一样的 那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在 这个政府方面的话 就有环境污染的管制 那有环保规范等等 当然 是不是 事切合宜就有疑问 那各位知道 有几个环保团体 一个叫绿色和平 在环保议题上 其实他是才比较极端的立场 比如说 这个日本人要抓鲸鱼 他们就会用 用比较暴力的方式去阻止 比较极端 的方式去阻止日本人捕鲸鱼 那这个到底好事还坏事 搞不清楚 要看个别的判断 好 这个第一张就这样子结束了 我们来看第二张 好第二张讲供给跟需求 这个对各位来讲 在高商高值的时候 可能就看过这样的一集 那书上还是有一些 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看 我们看到书上第四页 他说 The Opportunity Clause of Credit and Debt and Car Debt 所以 这个 Credit Card Debt 这个是现用卡债的这个机会成本 在美国跟台湾不太一样 在美国一堆人都有卡债 这个 美国人当然花钱花的多 那所以 这个 欠钱的话 几乎是一个 常态 然后 可以看到蛮多卡债的这个问题 那所以这里提到一个概念 当然每个人可能会有钱 有钱就会存在银行里面 但是如果有一个消费者 如果他有 这个信用卡在 然后又有存钱的时候 其实怎么办 因为存钱的利息不高 顶多百分之一 大概都百分之零点几 美国的利率跟台湾一样都蛮低的 但是信用卡债就不一样了 信用卡债可以高到百分之十三点多 台湾因为有一些这个规范 所以台湾的 这个信用卡债好像大概百分之六七 除非这个人有违约 要不然就不可能会再高 那所以相对来讲 如果有一个消费者 他其实有存钱 那结果他又有卡债 那各位可以想象的到 他存的钱利息顶多百分之一 但是平均下来的信用卡债可能是百分之十几 所以他这个时候还存钱其实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 因为呢 他应该要把身边的钱拿去还掉卡债 因为对他来讲 这个才是真的比较有利的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 蛮重要的概念 但是好像美国人不太去考虑这些事情了 好 那我们来看第二章 这个供给跟需求 那所以供给跟需求有很多不同的影响因素 那从消费者 从需求的角度看 所得 其他东西的价格 然后政府的政策比如说有补贴或者是税 那再来的话是这个消费者人数 那再加上他的偏好可能改变 还有这个最后他整个市场的预期 那从供给的角度来看的话 当然这个东西的价格会有影响 那不同的东西也会有不同的影响 所以比如说 这个 我们讲车子好了 现在的车子 卖的比较好的是SUV这种 休旅车 因为 说实在话价格也不会差太大 但是他的使用性蛮高的 可以放的东西就多 那所以很多厂商就会集中 多生产这个休旅车 那轿车的生产就会比较少 那所以这个对供给 对厂商来讲 是有影响的 那再来的话是成本 成本高的话 当然 他生产的就会少 那同样的也会有 税啊 补贴啊 这些事情 然后生产的厂商的数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智慧型手机 的生产者变多了之后呢 那当然 这个智慧型手机的市场 就会受到影响 那另外一个就是预期 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 好 所以我们要了解的是 这些东西啊 好 the fact is influencing the demand for a good or service and how to distinguish a change in demand from a change in the quantity demanding 那这个就很重要 一个是叫做change in demand 叫做需求改变 一个叫做 changes in quantity demanding 这个是 这个需求量的改变 需求的改变 是整条需求线的移动 那所以他的改变是外生变数 那什么叫做内生变数 外生变数 我们讲到供给跟需求的 这个模型 所以两个变数 一个叫做Q 一个叫做P 那这个 这个 如果 是 价格跟数量以外的 我们就把它叫做 外生变数 那所以这个模型的Q跟P 叫做内生变数 所以外生变数的改变 就是整条线的移动 那内生变数的改变是 这个线上移动 叫做change in demand 所以一个叫做需求量改变 change in quantity demanding 就是价格 或者更正 价格的改变 那如果是change in demand 这个是需求的改变 就是整条线移动 就是价格跟数量以外的变数在变 那supply也一样 supply也一样 所以有 这个供给改变跟供给量的改变 供给量的改变 其实就是价格的变动 那供给的改变的话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个税 補贴 補贴 技术 成本 整个预期的改变 等等 那这里还要看 how supply and demand determined market equilibrium price and quantity 那所以就画 一条供给线跟一条需求线 那供给跟需求线 就可以决定这个市场的均衡 那政府有时候也会去影响这个市场 的这个运作 比如说有房租管制啊 最低工资啊 这些东西 那除此之外 还有会有其他的变化 比如说我们看现在还讲疫情 那所以也不是所有的人 都百分之百的可以进 这个电影院 所以电影院有 这个不同的改变 就是我们讲梅花座 或是顶钩只能做百分之五十 那餐厅的话呢 就变成不能够在里面用餐 只能够卖便当 这样子 所以真的有很多不同的变化 那再来的话 是这个illasticity 这个叫做弹性 那我们讲过 供给跟需求的这个变化 会让我们知道 这个价格或者是数量变动的方向 但是我们就搞不清楚 那变动的额度 所以如果要了解这个变动的额度的话呢 就要用弹性的概念 所以就有价格需求弹性 有价格供给弹性 那价格需求弹性 是我们谈的比较多的 那除了 这个价格需求弹性 跟价格供给弹性之外呢 还有一个叫做 income 這個叫做 这个所得弹性 还有一个叫做 叫做 这个交叉弹性 那所得弹性的话 可以看到 这个产品可以划分正常材跟列人材 那这个交叉弹性的话呢 可以看到它是 叫做 互补品或者是替代品 有这样子的区分 好市场需求 那市场需求就是个别需求的总和 叫做 这个水平加总 水平加总 也就是说 假设这个市场上的需求有一个人的 那当然这一个人 在各个不同价格下他要买多少 那如果是这个 整个市场的话呢 就是把所有的人的这个加总 所有人在各个不同价格下的需求把它加总 那这个看到 Determinants of demand 这个决定需求的这几个关键因素 第一个 The price of the goods 所以当然 这个东西的价格 那当然另外一个 Incomes of buyers 所得 这个消费者的所得 所得高 当然就买的多 所得低就买的低 那这个 The prices of related goods 当然其他东西的价格 也会有影响 那这就是看到替代品 或者是这一个互负品 那再来的话是叫做Test 这个是他的偏好 还有他的Expectation 刚才我们都在看 好我们现在就 这个修集一下 然后下一节课继续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内容 我